其中一個教導是用神的角度看各樣的東西 很多人有困難就是用人的角度 他對我不好,很難搞 我的困難未解決,我家人對我不好 當你用人的角度看,事實上人有很多困難 但用神的角度,你想像有一天你已經去到天堂了 那你就說,以前我很慘 神說,你現在慘不慘?不慘 以前我們都被人欺負 那你現在被人欺負的影響都已經沒有了 其實用神的角度看,世上的一切都要過去 而且都不會影響到神的計劃 當你今天有困難的時候,你就說 神一定搞定,神一定幫到我 在神來說,這不是一個困難 但我們每個總有困難 但在眼前的困難大到遮掘眼睛,什麼都看不到 但當你深信用神的角度看 我自己經常都會用神的角度看 每一樣的困難 前面的路程,我們怎樣發揮 或者有些人難了我們 用神的角度看,其實很殘、很淒涼 那些人難了神的工作,很淒涼 那時候,你用神的角度看,就不會受影響 你用神的角度看,自己就說 我這麼乖這麼聽話,其實你不稱讚自己 我這麼乖這麼聽話,你告訴自己 我這麼乖這麼聽話,你回來看 一起學習,一起去操練 神是很歡喜的 所以你都要說,我真的很歡喜自己 我真的很歡喜自己 這不是叫我,而是神將我提升 我真的要歡喜自己,就是應該歡喜自己 所以用神的眼光看每一個東西 還有看所有的聖經經文都是一樣的 耶穌都時時,聖經都是用神的角度看 譬如很簡單,耶穌叫我們不要憂慮 他用什麼眼光? 他就說,你看了野地的百合花 他又沒有耕縱 他沒有紡織 但是神都給他這樣的裝飾 用神的角度,神都給他裝飾 何況你呢,神都會給你裝飾 總之,聖經講到就是麻雀 神都會照顧,好像沒有人養他 但是神會照顧他 這就是用神的角度看 就是每一樣東西,用神的角度看 當彼拉多要審他的時候 你知道嗎?有權兵 釋放你,也有權兵 將你真十字架 但是耶穌說,如果不是上頭賜給你 就毫無權兵辦我 就是會用天的,神的角度看 神的角度看,根本你完全沒有權兵 是神給你的 耶穌就跟那些門徒說 你以為神可以猜十二人天使來救我嗎? 用神的角度看,根本現在是完全沒有一個分難 不過,祂是要釘十字架來送我們的罪 但是,在這個困難來說 神是完全沒有困難的 所以你看聖經經常會看到這些 譬如說,你不要欺負那些小朋友 他們的使者常見天上的面 這是用廣東話說的 不要欺負那些小朋友 他們的使者常見天父的面 即是神經常見到他們 即是你們的天使都常見天父的面 神一定會看著你們 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不會害怕 那些小朋友 神也會照顧我 你也會照顧我 所以我希望大家 經常用神的角度看 在這一陣子 用神的角度看來享受耶穌 神的角度看來享受小朋友 神的角度看來享受 神的角度看來超大 神的角度看來躺在大床 神的角度看來